听超哥说的多了往往就被洗脑 印象中的孙丽总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可为何娘娘如此残忍 超哥还要紧抱大腿 自打我看了娘娘的手绘 终于知道了原因 想必超哥定也是个爱才之人 没错 这便是娘娘的自画像 着实几分神似吧 娘娘善用颜色 不论是敬物还是风景 或柔和或靓丽 或平静或跳跃 或阳光或凋零 都能让你的心情随它的笔而转换 要说娘娘最爱画的还是狗狗 每一只的小眼神都十分到位 每一处毛发都唯妙唯肖 偶尔娘娘也会整个素描出来磨练自己 身为后宫之主 怎能少得了一肚子的财 除了绘画 娘娘还写的一首好字 想必是从小在宫中被逼着学来的吧 超哥又爱又恨 贵不够的搓一板 对于娘娘在绘画上的高度 超哥怎能做得住 必须立马站出来转移画风 黑了媳妇不说 更是要捎带脚的夸赞自己 作呀 超哥你不贵搓一板谁贵 虽然得到了娘娘的夸赞 为何我还是替你感到深深的不安 呵呵就凭你 最后想说 其实娘娘和超哥这点本事都不算啥 家中最厉害的非等等莫属 将来定能成为文人莫克 而步步定能成为勤俭节约的好公民 明星抢艺术家饭碗 这可真是手艺人的天下 说到绘画 回这项才能的明星可不在少数 刚生了玩的周董 就曾为了纪念自己的经典专辑 范特希发行十周年 而拍卖了自己的画 幻想Fantasy系列共三幅版画 总共以58000元的价格拍卖成交 三幅作品不同之处仅在于颜色 虽然我想破脑筋也没想出来画的到底是什么 为何还非要换成三个颜色才行 可谁在乎呢 这些就是周董的画呀 周杰伦的画作在美术馆展出 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设计系的梁永祺 画画才能是众所周知的 他自小开始习画 曾被任命为香港漫画节大使 作品曾在香港地区展出 还为张小贤的书画插图 吴岳天的主唱阿信 想必大家不会陌生 大学时期 主修室内设计系的他 音乐上的成就并不是他的全部 他随笔涂鸦 画画都能有这个水准 有着相同插画画风的 还让我想起一个人 那就是古巨鸡 没错 他也是深藏不漏的 就是这种卡哇伊画风 和他本人 我还真是不能马上融合到一起去 古巨鸡画作 文艺男神约翰尼德普 出色的绘画天赋 虽然德普最近胖成了球 但就这么凝望着男神之前的照片 就已经招架不住小鹿乱撞的心了 想必你见过的男神是这样的 然而却很少见到这样的他 这是德普 文艺篇走出来的德普 他也给自己画过自画像 据说这是一笔画成的自画像 和上面的笔 还真是抽象不少呀 听超哥说的多了 往往就被洗脑 印象中的孙丽总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可为何娘娘如此残忍 超哥还要紧抱大腿 自打我看了娘娘的手绘 终于知道了原因 想必超哥定也是个爱才之人 没错 这便是娘娘的自画像 着实几分神似吧 娘娘善用颜色 不论是敬物还是风景 或柔和或靓丽 或平静或跳跃 或阳光或凋零 都能让你的心情随它的笔而转换 要说娘娘最爱画的还是狗狗 每一只的小眼神都十分到位 每一处毛发都唯妙唯笑 偶尔娘娘也会整个素描出来磨练自己 身为后宫之主 怎能少得了一肚子的财 除了绘画 娘娘还写的一首好字 想必是从小在宫中被逼着学来的吧 超哥又爱又恨 贵不够的搓衣板 对于娘娘在绘画上的高度 超哥怎能坐得住 必须立马站出来转移画风 黑了媳妇不说 更是要稍带脚的夸赞自己 作呀 超哥你不贵搓衣板谁贵 虽然得到了娘娘的夸赞 为何我还是替你感到深深的不安 呵呵就凭你 最后想说 其实娘娘和超哥这点本事都不算啥 家中最厉害的非等等末术 将来定能成为文人末客 而步步定能成为勤俭节约的好公民 明星抢艺术家饭碗 这可真是手艺人的天下 说到绘画 会这项才能的明星可不在少数 刚生了玩的周董 就曾为了纪念自己的经典专辑Fantasy发行十周年 而拍卖了自己的画 幻想Fantasy系列共三幅版画 总共以58000元的价格拍卖成交 三幅作品不同之处仅在于颜色 虽然我想破脑筋也没想出来画的到底是什么 为何还非要换成三个颜色才行 可谁在乎呢 这些就是周董的画呀 周杰伦的画作在美术馆展出 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设计系的梁永祺 画画才能是众所周知的 他自小开始习画 曾被任命为香港漫画节大使 作品曾在香港地区展出 还为张小贤的书画插图 吴岳天的主唱阿信想必大家不会陌生 大学时期 主修室内设计系的他 音乐上的成就并不是他的全部 他随笔涂鸦 画画都能有这个水准 有着相同插画画风的还让我想起一个人 那就是古巨鸡 没错 他也是深藏不漏的 就是这种卡哇伊画风 和他本人我还真是不能马上融合到一起去 古巨鸡画作 文艺男神约翰尼德普 出色的绘画天赋 虽然德普最近胖成了球 但就这么凝望着男神之前的照片 就已经招架不住小鹿乱撞的心了 想必你见过的男神是这样的 然而却很少见到这样的他 这是德普 文艺篇走出来的德普 他也给自己画过自画像 据说这是一笔画成的自画像 和上面的笔还真是抽象不少呀